这段时间云南宝山的水鸟进入了繁殖期 为了全面调查国家湿地公园内湿地鸟类的种群状况 清华海国家湿地公园开展了2021年度繁殖季水鸟调查 并于近日顺利完成 这次调查由鸟类专家 生态摄影师 官鸟爱好者和志愿者23人组成 分为四个小组在固定样点进行寻找和观察 并对公园内的生态环境 鸟类影像资料进行详细记录 这次调查共监测记录到14种水鸟 共279只 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水质74只